叶江眼神一凝,脸色更是一片苍白,因为他此刻心中泛起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。 他知道,这一击他如今的状态恐怕很难全身而退了。 可恶,谁能用这招了? 叶江一咬牙,却不曾想到竟然会被逼到这般地步。 叶江舌尖顿时喷出惊险,旋即他的背部微微隆起,那汹涌的仙芝元气如洪水猛兽一般汹涌而出。 叶江不再保留,手中长刀顿时爆发出惊光,雄浑而可怕的仙芝元气飞快地在长刀上凝聚。 眨眼之间,其手中长刀便是变得璀璨起来,一股极刚猛的波动扩散而开。 一劫斗计,鬼所侵略斩。 场中,有不少人见识过叶江的战斗,特别是上等借空五大派别的天骄们。 有些已经不是第一次见识过叶江的战斗了,都是无比惊讶。 旋即,目光诧异地望向了萧炎。 显然未曾料到,后者竟然是将叶江逼到了这种地步。 五大派别的天骄们,皆是眉头皱起,看着二人的交手,这等威力,恐怕就算他们都是难以安然无恙的街下。 叶江这鬼所牵列着,乃是出自一名斗神前辈之手,其威力无比强大。 我星辰殿,一名四星斗仙的前辈,就被当时才三星斗仙的叶江给斩杀了。 圣鹰看到这一幕,眼神也是微微一沉,明重地说道。 听到此话,江武脸色也是不好看。 显然星辰殿与斗神联盟,关系可不怎么融洽。 给我斩。 在众多惊讶声中,叶江的长刀也是愈发璀璨,那仙之元气所散发的波动也是令得场中无数人心计。 而也就在那仙之元气被波动强盛到顶点时,它脸上也是猙獰之色涌动。 长刀猛地斩出,刀光狂闪,便是在那刀光中有一道鬼影冲出。 手持一柄长刀,冲着天界而去。 鬼影凝聚,庞大的身影爆裂而出,长刀一挥,便是一种撕裂天空之势。 狠狠地劈向了那半空沉重的乌云。 刀光之间,蕴含得极强威力,鬼影所持长刀,宛若要将这片天空割开一半,灵力道令人感到恐惧。 雷暴枪,落! 在夜将鬼所牵猎斩施展而出时,硝烟眼神也是陡然变冷,袖跑一挥,手指凌空一点,而那乌云之中雷光闪烁之间,便是一道璀璨而刺眼的惊雷,裹挟着无比凶悍的气势,直接划破天际,对着夜将那鬼所牵猎斩光影映轰而去。 广场中,通天柱的无数洞府,皆是一道道紧张无比的目光,望着皆是异常凶悍的两道攻势,这是三星斗仙与五星斗仙的对碰,两者的攻击速度都是快的害人,不少人都只是仅仅见到光芒一闪,紧接着,两道凶悍的攻势便是如陨石般,重重相撞。 撞击的刹那,巨响声也是轰然在这通天柱子下的广场中响起,来自五星斗仙和三星斗仙力量的碰撞,从环形般抱涌而出,最后将坚硬的地面都是震得烈烈作响,不少地面,裂缝迅速军裂开来。 无数人眯着眼睛,望着场中,那在碰撞中所散发出极端骇人的进风和璀璨雷光,两股力量皆是强大无比,二者疯狂的对撞中,也是相互蚕食着对方的能量,似乎谁都不曾要退步的节奏。 在一开始,叶江的鬼索牵猎斩与萧炎的雷暴枪爆轰,似乎两者并没有一边倒的趋势,而是对抗在了一起。 不过,这样的平衡非常的短暂,因为叶江的鬼索牵猎斩是全力而出,但雷暴枪这边却是不同。 暴轰之间,那乌云里还有一道雷霆,不断地涌入雷暴枪之中,似乎不断地补充着雷暴枪的力量。 一道叶江最不愿听见的声音,只见那鬼影手中的刀影出现了裂痕,而这裂痕便是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,迅速扩散开来。 整个鬼影竟是轰的一声,爆裂而开。 雷暴枪直接是将叶江这一记底牌都是尽数击碎,而雷暴枪化作惊雷,势头不减,继续朝着叶江暴虐而去。 叶江顿时脸色莽变,身形顿时暴退,想要躲避雷暴枪,可雷暴枪不是惊雷,并非笔直。 而是会改变方向。 叶江本就被萧月梨给打受伤,使用了鬼锁牵裂闪后,体内的先知元气已经所剩无几了,状态是差到了极致。 速度哪里比得上势头正盛的雷暴枪呢? 场中光芒一闪,叶江凄厉的惨叫声便是响彻传荡,身形亮枪的后退,此刻他的腹部被雷暴枪直接贯穿。 内脏被绞成了粉碎,但毕竟是五星痘仙的肉体,叶江并未立刻倒下。 而就在此时,叶江肩膀上忽然出现一只手掌。 叶江猛然一惊,回过头来,顿时他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。 江,江崖,快,带我走。 叶江知道,此战他们已经败了,必须撤退,否则他真的会陨落在此。 局面变化得太快,场中原本必胜的斗神联盟,此刻顿时因为叶江和梁峰接连战败,局势顺时朝着五位战队这边倾斜。 而这一切,则是因为那突然出现的妮子,改变了整场的局势。 无数诧异的目光都是凝聚向了萧叶梨的身上。 废物,连一个三星斗仙都打不过,真是给斗神联盟丢脸啊。 就在叶江本以为得救之时,他身后的身影却是传出了令他感到森寒的冷笑之声。 这种笑声仿佛是压抑了很长时间的怨气,在此刻爆发而出。 江崖抬起头来,那张脸上猙獰之色,此刻显得是如此恐怖和害人。 江崖,你想做什么? 叶江的身影几乎嘶哑中带着疯狂,但能够感受到,江崖此刻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杀戮之意并非是对着萧炎。 而此刻所有的杀戏都是直指叶江。 江崖手中,长枪寒芒一闪,便是直接从叶江的背部狠狠地刺了进去。 入肉之声可谓是恐怖至极。 枪尖从叶江胸膛之处冒出,鲜血如全。 叶江顿时一大口鲜血喷出,脸上此刻青筋暴击,难以置信地看着刺穿他胸膛的枪尖。 大都从未想得到,自己竟然最后是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中。 江崖,孙宁大人,敌人不会放过你的。 叶江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,心脏被刺穿之后,肉体肌能正在被迅速地褪去。 江崖没有说话,脸上涌现的表情只能用猙獰和恐怖来形容,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,看起来如同一个变态。 江崖显然压抑了太久,这种感觉比起硝烟杀死他,更加的难受。 如今这股压抑了太久的怨气终于爆发。 这个,你便不用操心了,你应该不知我还有一个身份,孙宁大人可是我的师父,所以你的死是必然的。 江崖低沉的声音在叶江耳边响起,说话间,江崖扭转着枪身,那枪尖顿时搅动着叶江的心脏。 江崖,你不得好死。 凄惨的声音在叶江一边吐血时,一边凄厉地嘶吼着。 叶江话音未落,江崖将长枪,一下子便从叶江的心脏之中猛抽出来。 顿时间,叶江就如同漏了气的风筝,鲜血从胸口的伤口狂涌而出。 枪来! 而此刻,萧炎也是看着这一幕,一抬手,那刺入叶江腹部的雷暴枪也是猛地抽出,飞回了萧炎的手中。 两个血洞,很快的速度便是将叶江鲜血瞬间放干。 口中此刻还吐着血沫,眼神渐渐灰暗。 而在最后一次光芒消失前,眼神都被怨恨所占据。 飞出来的灵魂则都是被江崖一把捏住。 然后,在凄厌的惨叫中,叶江的灵魂被撕成了粉碎。 江崖眼中没有丝毫情意可言。 无数目光注视着倒在血泊中的叶江。 而后,目光又转向了站在血泊之上的江崖。 手持长枪,那枪尖之上鲜血缓缓地滴落。 这一幕,显然场中所有人都未曾料到的。 什么情况啊? 你认我记得不是斗神联盟的吗? 此人我认识,乃是下等借空千星城的江崖。 万岁不道,便是突破五星斗仙的天才。 据说栽在了一名二星斗仙的手里。 而那支队伍似乎就是这五位战队。 那,按道理,他不应该与这五位战队有仇吗? 你何会出手杀自己人? 尽管恐怕有些复杂,这叶江定是得罪了江崖。 据说斗神联盟之内,残杀同门之势根本不足为奇。 今天看来,果真不假。 场中围观的人们几乎都是一阵惊呼喧嚣。 眼前的局面变化得太快了,快到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而那受伤的梁峰见到这一幕,眼瞳也是微微一缩。 江崖抬起头来,请目光向远方望去。 隔空与萧炎的目光在空中顿时碰撞在了一起。 二人眼神皆是一片森寒。 江崖眼眸闪动中,便是有着无尽的杀意涌动。 而萧炎眼中也并不平静,其中也是暗藏杀意。 萧炎早就料到,江崖复活定然不简单。 如今的江崖只会比之前更加强大。 目光对撞之间,江崖身上的气势也是轰然爆发。 气势散发的同时,整个场中再度掀起了一阵惊呼。 就连上等界空五大派别,以及中等界空的三大顶尖势力, 所有的战队皆是倒吸一口冷气。 六,六星斗仙。 此人比叶江还要强。 无数冷嘶之声,在场中响彻。 原来道神联盟真正的老大,竟是此人。 萧炎也是感受到了那浓郁的压迫力。 那种压抑,萧炎便是知晓,江崖绝不简单。 那股气势压过来时,萧炎感觉身体一沉。 萧炎身体微微一晃,险些有些不稳。 虽然叶江的实力都是达到了五星斗仙巅峰, 但是与真正的六星斗仙仍旧存在着本身的差距。 六星的气势对于三星斗仙的萧炎来说, 简直就是完完全全的碾压之事。 你的名字我记得叫萧炎,对吗? 萧炎的声音缓缓地传出, 那森冷的声音传到萧炎的耳中。 萧炎眼声微沉,没有说话。 你很强大, 不过, 你我之间定有一战, 但不是现在。 下一场幻境我会等你。 江崖似乎并没有要动手的意思, 隔空看着萧炎, 只是远远地注视着。 江崖似乎早就把如今要发生的事情给计划在了前面。 这第一场幻境, 江崖的计划并非是灭杀萧炎, 而是先借萧炎之手, 灭杀掉叶江。 江崖的计划成功了, 他几乎是毫不费力, 只是补了最后一枪, 夺走叶江生命的最后一击。 与此同时, 时间随着双方的战斗已经拖延了不少, 如今通天柱下, 已经汇聚了所有能够抵达这里的队伍, 而通天柱之中, 四千个洞府全部被占满, 真正的战斗在这一刻才彻底爆发了。 这一场幻境的最终战, 洞府争夺战, 优胜劣汰, 逝者生存, 只有强者才能活下去, 在这里真正的显露了出来。 弱者没有任何理由, 弱小就该死。 停下吧, 再站下去, 你我两队都讨不到好处。 襄牙反倒是开口说道, 话音一落, 无畏战队和斗神联盟双方交战的队伍, 便是很快停止。 双方都有受伤, 但并不激烈, 因为无畏战队落雨下风, 但是有着惊鸿大陆的帮助, 都没有出现伤亡, 虽然受伤, 但都不致死。 萧岩没有说话, 自然也是默许了这般安排, 江牙说得没错, 再站下去, 双方可能都讨不到什么好处。 爹爹, 最顶端的第一洞府, 我们要了。 萧岳梨不知何时, 已经悬浮在了萧岩的身旁, 虽然第一次见到萧岩, 但萧岳梨却没有丝毫的陌生感, 反而表现得很是亲切, 直接挽住了萧岩的臂膀, 子兰的大眼睛弯成了月牙。 第一洞府, 萧岩文言愣了愣, 感觉挽着他肩膀的小妮子, 方才回过神来, 朝通天柱看去。 因为萧岩他们一来此处, 便是与斗神联盟站成了一团, 根本无暇留意四周是什么情况。 战斗消耗了不少的时间, 如今通天柱下已是围满了战队, 而通天柱之上的四千个洞府, 早已被先来先得的队伍所占满。 不过这种占据, 并非谁先进便是谁的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, 本集播讲完毕, 感谢您的收听。